好爱吃牛肉面的人看过来 其实呢很多观光客到台湾都指明说要吃牛肉面 今年呢牛肉面节精彩的来咯 因为呢一共有30家的这个厂商 还合理呢推出了好康优惠 而且还有呢这个外国的牛肉面 到底哪一国的比较好吃 一块来看看 一层肉一层饭 然后这样子的时候就会感觉 加入香料小火慢炖 伊朗老板来台湾开牛肉面店 特制翻红花牛肉饭 特殊风味光纹就够吸引人 还有这一道红酒牛肉面 则是道地的瑞士口味 不同于台湾传统的牛肉面 用五角等香料包 改用西方的红酒炖牛肉 让这碗牛肉面也很独特 2011台北牛肉面节开跑 从101家牛肉面店里头 选出最后入围的30家 特别是今年有别于去年实体投票 与专家评鉴的方式 改由专家化身为秘密课到店家评鉴 让许多店家都绷紧神经 观光课只要拿副照 然后登记证 然后学生的话只要拿100分的考鉴 那上班族只要拿你的名片出来 就可以到我们17号到20号 那个牛肉面加年华的活动现场兑换 搭配牛肉面节 各家参赛牛肉面还推出好康优惠 参赛老板都抓紧机会 大力推销 抢曝光 众里新闻向下一个报道